我有一个很好的专科同学 然后他在专科毕业 我们一退伍之后就结婚了 你在南部堂 我在南部堂 我才有专 然后后来是插大来念台北的学校 所以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大四他要结婚了 而且他是来台北办婚礼 他没有到高雄办 也没有请我们高雄的同学 他就结得很冲畜啦 因为他要到国外去念书了 所以今天结明后天就出国了 所以我就很匆忙的来当他的伴郎 那他请在那个军月饭店 其实你说中国88年算还不错的 那当时去到现场的时候呢 我心想说军月饭店 这个我们要包多少我们包 我那时候一个月薪水两万八 那你如果包一万块 其实薪水就去一半 还要付房租什么的 可是是好兄弟啊 那就是要准备嘛 那时候其实坦白讲 你刚出社会你也搞不太懂说 我当人家伴郎 人家会包给我或什么不知道 我只知道说 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要去这样 那当天到了现场 的确像刚刚郑大哥讲 很多事情要忙要帮忙 我就记得我的红包准备好了 我应该一去的时候 就要拿给这个人家收礼金的台 可是因为我们很早到 收礼金的都还没出来 你不可能直接拿给新郎嘛 好怪啊对不对 我就先放着 提醒自己等一下一定要记得拿出来这样 就忙一忙呢 我的红包忘了拿了 我没有拿给收礼金的 我就忙招待 然后就是的确也真的没吃到多少东西 那后来就是要离开 就是也要送客嘛 然后跟他们合议 完了之后我同学就拿了个红包给我 那时候我已经要走了 背着我包包要走 他就拿红包给我说不用啦 我今天就是来帮忙的啊 而且就是祝福你不用给我钱 我通常我会把他接过来 再还给他 因为我要摸摸看那个厚度 反正总之就是他就硬塞 要塞给我嘛 我不拿他就塞到我的包包里面 就这样就这样子了啦 我到美国去再跟你联络这样 那我也就回家了嘛 回家之后 所以你收到他的红包了 你的红包没有给 你的红包在我的西装 可是他给你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想起 我就没有 我就以为我给了 我就一直就给了 记性不好 没有你刚刚就讲了嘛 忘记想记 会啦一定会的 后来我是回去了 我也没有发现 我隔了一个礼拜之后才发现 要再穿那件西装才发现说 里面怎么有钱 他想起来说 靠你钱没有包给人家 我觉得超私利的 因为你好像拿了人家的钱 你自己钱又没拿 其实你那个同学 那一天回去就开始对了 这个 比字尾 那我就非常介意 我就写mail给他 那时候哪有mail啊 Email啊 Email 不是手机智慧学者 不是 我就写email给他 那他也过很久才回我 他说你不要介意真的 因为伴郎本来就不用包红包啊 我刚刚说没有这样的啦 因为你看你去美国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即使我今天结婚了 你算出发红的 因为那民国88年的1万块算很大 很大 非常大 我不知道5千来1万 真的有点久我忘记了 反正不知道5千来1万 反正就是后来我发现 他包给我的红包 跟我要包给他的钱是一样的 就好兄弟有这样的默契 所以我就一直很在意这件事情 我说他后来都在国外 生小孩也在国外 那很辛苦 我们不记得跟包红包 很辛苦 你不知道说你这个钱要怎么给他 他说我会给你好不好 他感觉欠人家一个 对对对对 我说我会给你可以吗 他说不用真的不用 然后就这样一晃眼十几年过去了 他小孩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我这个钱一直没有给人家 我就觉得很难过 那突然有一天呢 就是他就回来台湾了 然后回来台湾 我们就很多年没有见嘛 那只是他突然跟我联络 用脸书跟我联络 哎我说怎么看起来 你像是在台湾 我看到一些街景是在高雄 然后他说我搬回来了 我说真的啊 那老婆小孩都跟你回来吗 他就说没有啦我离婚了 他离婚了 然后回来台湾 那我那时候我就问他说 你会不会再娶啊 他说以后的事很难讲 就一年后他就再娶了 他有什么小不开 那不会啦人家遇到真爱嘛 那对我来讲 你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 哈哈哈哈 你是那个 我吃了一个红包等了18年 你知道吗 等了18年 所以他在高雄请客 也是请在不错的饭店 在义 那什么 义大 义大人的婚宴会馆也不错 结果我就西家贷券 从台北开车下去高雄 那我就包2万 实在忘记之前是5千还1万了 韩利息都包 我就觉得说 我这新的那个石头总算 2万人生出宝宝的啦 对啊 像他还没有生小孩 你还全工开车下去 对啊他都没有生小孩 过年都包红包给我小孩 我刚才说你不要包红包啦 就还好他老婆也怀孕了 再婚的老婆怀孕了 所以我明年可以包红包给他